好 我们继续这个 闭关系修炼 100题第58 那这也是数一的 数一的那个 第二类曲线基本 因为在中国进到DX DY像这样的 那肯定是第二型 第二类第二型 或者是关于坐标的 其实都是一回事 就怎么称呼 其实都无所谓 就是你看到DXDY 那就是第二种 那第二种曲线基本 所以这种曲线基本的话 它是任方向的 那当然这个题目的话 主要考的还是 这个积分与路径无关 这个题主要考的是 这样的一个结论 或者说一个特定的一种情况 那背景函数 是这么样的一个函数 ScosY加Y 看着貌似挺复杂的 这个呢 咱们就把它记成一个P 一般的约绿书成 就把DX前面的就记为P 是吧 这个DY前面的就记为Q 一个P一个Q PDX加QDY 然后呢 这个是从点A3 2分3 这点呢 具体 它为什么选3分3 咱们怎么管不着 到点B12 这样的一个直线段 好 它这个题目里面呢 强调是一个直线段 但实际上呢 这个题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线 对我们呢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这题呢 基本路径 就是这个无关 跟基本路径无关 那跟基本路径无关的话 在这个所谓的 单联通的区域里面 在单联通区域 这个呢 再提一下 数学上的 这个严谨起见 就提这个单联通区域 把单联通区域这个积分 二类曲线积分 与路径无关 这个与路径无关 指的是 只要这个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结果将是一样的 结果将是不变的 当节紧当 那是什么呢 就是偏Q 这是偏X 是吧 等于这个偏P偏Y 当然前提是这个PQ 都有这个连续的偏倒数 这是这个理论上的 这是理论 好 现在的问题就就就来了 是吧 现在事实上 事实上 in fact 那这个偏Q 偏X 偏P偏Y 是不是强的呢 我们来算一下 偏Q偏X 是等于E的 是吧 这是XY次方 加上这个什么呢 X不要动 什么那边求导 就是XY 这里面是一个XY次方 好了 OK 然后呢 再减去 是吧 就是X 算一万 OK 这是偏Q 偏X 我们好算 这个计算量呢 也不大 是吧 偏P偏Y呢 来算一下 OK 那这个 这个偏P偏Y的话呢 OK 那X不要动 cosY求导 是负的F4 所以万 好了 然后再加上Y求导 后面不要动 E的F1 然后再加上Y不要动 对吧 这是E的F1 也多出一个S 好了 所以事实上 事实上呢 这两个还 还真相等了 对吧 就是偏Q偏X 确实等于这个偏P偏万 所以呢 这个积分 确确实实和路径是无关的 那既然是无关的 我们就可以选任意路径 或者是用原函数 来这个处理 或者是用原函数来处理 所以这个呢 我们的解析上啊 是给了解法1 和这个解法2 一个呢 是沿折线 是吧 沿折线路径 另外一个呢 其实 就是去 找原函数 那个找原函数的话呢 其实方法啊 做的还并不是太处理 是吧 它也是 其实是做了一个固定的路径 去找了这个 找了这个原函数 实际上呢 我们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 不令击分的方法 去把它的原函数找出来 所以这个题目的话 我们把这个解答过程 给大家写一下 这是前面的一摊子 这个思路 好 我们记这个P 是等于 前面的那一段 就是S cos y 再加上 Y 这个是B的S y 好 那这个Q呢 是后面那一段 后面那个 Dy前面的那个系数 好 S1的S y 减去2分之 S的平方呢 这个 S y 好 我们 由于啊 刚才的一个计算 是吧 这个天 这个Q 先 和这个 PnP P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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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这个路径是无关的 这个呢跟路径无关的 那我们就可以选特定的路径 这两种方法 方法一呢就是我们选这个特定的路径 比如说像这个解析上面的 就是这个折线 就是折线方向走折线 是吧一个点啊 这是三二分之三啊 到这一二我们可以怎么走呢 这个是从a到b 我们可以走平行于坐标走方向的啊 两条这个呃 是吧直线段啊 直线段就是a啊 这是b 然后呢把它算出来啊 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啊 这是用原函数是吧 用这个原函数 啊 等于原函数呢 如果这个duxy 是等于tdx 加上q 是吧 dy 那么则 我们从a点是吧 到b点啊 这个pdx 就是刚才那个l 加上q是吧 dy 它就等于什么呢 就是uxy 在a的函数值和b的函数值的差 就是这个u什么呢 你带你去的话 就是b呢是12 啊这个是a呢 就是 这个3 ok 好咱们现在啊 讲解的话就一第二个啊 第二个手段啊给大家说一下 而注意颜特令的路径的时候也要注意啊 这些同学颜特令路径它是怎么样去啊 怎么样去处置都不太清楚啊 所以看咱们讲一下呢 这些挺快啊 其实挺快的话 那对你的这个 呃相应的 是吧 相应的这个积分的能力要求还是挺高的 那比如说啊 我们选特令路径它这条折线的时候啊 那是y是固定不动的 呃所以那个dy那那一段你就你就不用管了啊 你就就是在这条线上 比如说这是个l1 这是个l2的话 在l1上这个dy的那个积分其实根本不起作用啊 然后呢 呃那个 呃 y呢还确定的是一个常数啊 所以注意那边是吧 y是常数三分的2啊 所以这个情况 那在l1上啊 l2上积的话呢 那那dx就是没有用了 是吧 就是前面这个就就对ls就不用去积了 只用去积y 而且呢s是一个固定的常数啊 是是11对吧 在这条线上 好 这个呢我就不再啊 不再细说它 好吧 那我们准备去啊 我们选取啊 我们选取 我们设 啊 我们有 啊 这样的一个函数啊 就是 uf1 前面这一块分析 我们就 给我们设有一个函数 uf1 使得 啊 那这个d 是吧 uf1 就等于 pdf3 加上qd1 这个过程我给大家写写啊 就怎么样通过啊 他的这个全微分啊 来倒推啊 这个这个原函数呢 是吧 倒推原函数呢 呃 p呢 是这个 f4 cosy 加上 y y 好 我们怎么做 u呢 u的话 就两边对s积分啊 对s积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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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去做一下 啊 这是p啊 p呢 就是 u先f4 啊 先u先这个 呃 s 哎 这样的话呢 呃 他对s积分的话 这样就是二分之 是吧 s的平方 啊 这是cosy ok 二分之s的平方 这个cosy 啊 然后再加上 是吧 把y当做一个常数啊 啊 这常数的话呢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e的f4 对吧 就是e的s y次方 e的s y次方 对s求到 就是外背的e的sy 注意你把y当做一个常数 好 注意这个后面啊 后面的话呢 那我们需要再加上一个y的 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啊 那虽然这个后面可能它就不起作用啊 它 可能不起作用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去写的啊 不写的话呢 就是就是 呃 违规的啊 或者说这个操作不严谨 啊 因为这个对s求到啊 y呢 就是任意的一个函数 他这个求到都是等于零的 好了 那又是吧 这个ju呢 偏y是等于啊 等于q的啊 q的话呢 是等于se的s y次方 啊 减去 对吧 2分之s 方 3y 好了 我们 就马上就要放 我们又对对外其求导数了 啊 对外其求导数的话呢 这个对外球就是负二分之s的平方 对吧 啊 cos 啊 这个是 对外球就是3y sorry cos1 对外球就是3y 好 然后再加上啊 对外球啊 这个对外球的话呢 是x倍的 是吧 e的xy ok 啊 然后再加上翻译匹 等于这个se的xy 减去2分之s平方 3y 好了 那那这样的话呢 两边一对比 发现 哎呦 这个fi一撇y呢 实际上就应该是等于0的 好 那这个1呢 fi y就是常数c 常数c呢 其实 对我们后面去呃 带这个上下线 那他 不起作用是吧 那我们要去带那个韩荣汁的x 然后现在我们就得了 好 那 现在呢 你要的那个l 是吧 tdx 加上 那个q d1 好 就这个是 现在等于那什么呢 啊 就等于 那我们的这个 u u是什么 u就是 嗯 2分之x方 口算y 加上e的xy方 好 从 这个是 3 3分之2 到 12处的增量 好了 带你去 嗯 算一下 好 这是 s等于1 这是2分之1 对吧 OK 那 现在是cos 2 再加上 e的那样个相乘 就是平包 好 然后呢 再减 好 把32大进去 就是2分之9 cos y是3分之2 然后 这两个相乘 又是一个e的平包 好了 这样的话呢 就把e的平方给消掉了 结果是2分之1倍的cos2 减去2分之9倍的cos3分之2 好 这样的话呢 呃 548题啊 咱们就 讲完了啊 就在这个单联通啊 区域上啊 曲线积分和路径无关啊 也就是这个偏q 偏s啊 等于偏偏外 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 那我们可以啊 选择这个特殊的路径啊 什么样的路径上面 我们这个啊 曲线积分好算 我们就选什么样的路径啊 另外一个呢 那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啊 pdx加上qdy啊 它的一个原函数 就是全微分的一个原函数 然后呢 我们利用啊 它在两个端点啊 它的增量啊 计算 ok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尘